早安我是Shop 今天要講兩個項目 第一就是3.16.0C patch 雖然大部分的東西昨天已經講過 但是它是有一堆細節在裡面的 第二樣東西就是 開了季過了一個星期 我們一起看看有什麼流派 是最熱門最多人玩的 首先最頂這一塊就是Scourge Improvement來的 就是今季的改善來的 現在你去了平衡空間 它們跌那些已經轉化了的裝備 在地圖裡面 就是會跌T3而已 如果你在X6到X10的距離 進去平衡空間跌的裝備就是T2 第二個就是基於跌的東西好了 所以它也會跌少一點 已經轉化了的裝備 第三個就是關於 在平衡空間裡面的時候 你就會有一個debuff在左上角 那個呢 原本就每一層 就會給1% more quantity and rarity 就是物品數量和物品看有度 現在就由1變2 而且就不受平時正常的遞減影響 然後這個昨天就已經看過了 就是關於你轉化一張地圖的時候 就不可能再出這個 Item quantity Item rarity Pack size 以及Experience 即是 物品數量 物品看有度 怪物大小 以及更多經驗值 基於沒有了這4個呢 所以你現在轉化地圖的時候 就會容易出了下面這一類型的詞 就是Plus X additional items Types from rare Scourge monster 就是在平行空間裡面稀有怪物 會額外掉多一種什麼 的獎勵 除此之外 如果你在那個什麼那裡抽到通貨的話 就會由以前掉多一個 通貨 現在就變成掉多額外兩個通貨 現在轉化一張地圖所需要吸收的污染 就大幅下降 而且呢 之前有一個是 裡面的怪物吃少 15% 那那個15% 現在就降到9% 可能就會 避免了這個 超過100% 更少的傷害 就可以避免了 那些怪物直接免疫我們 任何的傷害 最後呢 這個是昨天沒有說的 就是Pay O Angel這隻怪物 他有一招光速的 Beam的技 那個傷害就減少了 在這裏面呢 沒有提及的 就是昨天的 有利遲和不利遲 會互相抵消的 那相信這個是下個星期才再作出的改動 下面就是 錯誤修正 第一個呢就是關於列藤石 現在可以抽到 額外的通貨 以及額外的命運卡 那之前呢 就不可行的 現在就修正了 第二個就是關於炮塔 在這一季炮塔 減少了血帶 提高了這個減染傷害 但是GG就忘記了在炮塔 那裏調整 所以開季至此呢 就是紫暗薄的 現在你調高了 就會變回正常 不會是紫暗薄的 馬行挑戰裏面呢 就需要你開 特定征服者的某一招技能 那之前呢你就算被他打中好 沒有被他打中都好 他都照當你完成的 那現在他們修正回來 一定要不讓那招技打中 才算的 最後呢就是 Bountiful Trap這個預言呢 之前不可以觸發 現在就改回他 可以觸發 以上就是3.6.0c 的patch note 在進入第二部分之前 我就想提提大家 如果你是想買倉庫業的話 現在所有倉庫業 包括最基本的工會倉庫業 都在做特價 但是新的工會倉庫業呢 這次是沒有做特價的 那我相信下一次才會開始做 如果做的話 開季過了一個星期了 那我們看看有什麼 野標是最熱門的 首先我們看看Softcore Trade 你就會看到星華上面 在5%做Cutoff 這次的分佈率其實都幾多 14%就有兩個 有Sabotor和Champion Sabotor就是主要玩物理陷阱的 那你就會看到 Sysamic Trap 用來做單體輸出 Exanguinate 是用來做清徒的 這個是非常之低成本 而且非常之有效的 第二個呢 就跟他平排就是Champion 這個就是玩Toxic Ring 非常之高輸出 低成本生存能力也都非常之高的 而且呢 Toxic Ring 就不止Champion一個是高的 Radar相信也都會是 Occultus 就一如以往 都是持續傷害為主的 這個非常之穩定的輸出 而且 Occultus自己本身有一個 相對高的生存能力 在這裏 所以為什麼他會用牌第3 第4呢 Necromancer 召喚就一向都是起手好的 Summon Sillator 就是主要的趨勢 那這個就是 死靈法師 Necromancer Radar剛才說過了 大部分都是玩Toxic Ring 而且有三分一 左右的人數 就是玩這個Lightling Strike Toxic Ring 就非常之低做價 Lightling Strike 就建議你懂得怎樣 整裝 整把武器你才好想 Gladiator 就主要玩Corrupting Fever 就用不同形式去放 Corrupting Fever 最多人選擇的方法 就是Tornado Shot Pathfinder 相信這個就是 新的一招毒藥 造價非常之低 輸出非常之高 而且生存能力也都非常之好 但是前提是你要懂得砌人 如果你不懂砌人 就什麼都假的 狂戰士呢 就應該是玩這個 將軍路敲的 又是低成本 然後高輸出 最後啦 就到了這個 Inquisitor Inquisitor 在地面有50% 增擊效果之後 回血能力相當之高 所以這個一定是RF 在專家模式來的 Soft Core Trade就是玩這堆東西 Hardcore Solo Self Fun 會怎樣玩呢 你看到眼前 自力的專家模式 第一 都是Champion 生存能力超高 造價超低 輸出超高 然後這三樣東西 集合基本上就沒得輸了 我們按下去看 全部都是這個Toxic Ring 有小部分的人玩 Special Helix 這個相信就是 就是物理穿刺 的 Special Helix 第二 剛才說過了 地面過了之後 回血量超高 在專家模式 不死就是王道 所以 RF 60% 接著 Occotus Occotus這個昇華本身 那個生存能力 是非常之高 所以 也是大受歡迎的 但是神奇地 很多人都是玩這個毒藥 相信是拿毒藥本身已經容易 可以去到一個比較高的輸出位 再加上 這個秘術師Occotus 他自己自身的生存能力 這樣就 拿了來用 那就不是走Pathfinder那邊 Sabotor 跟剛才一樣 也是物理輸出的陷阱 單體 用Sesame Tract 然後Exanguin 就是拿來清徒 就跟Soft Core沒有分別 最下一個在5%以上的 就是死靈法師 死靈法師 跟Soft Core不同的 Summon Skeleton 都多 但是不是最多 最多的 反而是Detonate Dead 你就看到是Spell Slinger Detonate Dead 這幾個都是Spell Slinger 就非常安全 不但所有屍體不在你眼前 而且 輸出非常高 也是非常低的成本 就可以完成 綜合以上所說的 就是 你如果未開始玩 或者你想開個新人 舒服一點 你可能剛才那隻 Lead Starter 開得不太舒服的話 你就可以考慮一下 毒雨 用Champion 起手 可以考慮一下 用這個物理的陷阱 就用這個Sabotor 起手 如果你想舒服什麼都不用想 做一個真男人的話 Inquisitor的正火 也是一個 蠻好的選擇 想試新技的話 就可以試這個毒藥 有Occoltus的選擇 就比較硬 又或者Pathfinder的選擇 就比較容易 以上就是在開閨一個星期之後 基本上是供應最好的起手技 今集的內容來到這裡就完了 我開了一個Telegram Group 這個Telegram Group 在裡面隨便出水 問一下東西 這個group的link 我就在like button下面留給大家 說到like button 如果你喜歡這一類型的 資訊片或者消息片 記得按like button 告訴我 如果你懶得爬文 但又想繼續update 關於這遊戲的話 記得subscribe我的channel 好了 就這樣 拜拜